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约克夏布丁 先将烤箱预热到200度 将两颗鸡蛋倒入碗中稍微打散 再倒入250ml牛奶将打散的鸡蛋与牛奶混合 接着加入2.5克盐及150克中筋面粉 将所有材料搅拌成面糊 然后将面糊倒入凉杯或方便倒出的容器中 准备一个有12孔单孔80ml的马芬膜 在马芬膜孔内涂上橄榄油 将涂好油的马芬膜放入预热到200度的烤箱中 加热10分钟 10分钟后取出加热好的马芬膜 并快速将面糊倒入马芬膜中 倒入的量约孔膜的1分之1高度 动作要快 要在马芬膜降温前将面糊倒入 除了原味的约克夏布丁 也可以变化加入葱或百里香等香料 接着将约克夏布丁面糊放入烤箱 以200度烘烤20分钟 烘烤时间结束 取出卡好的约克夏布丁 嗯 每个都膨胀得很漂亮 约克夏布丁是英国的一种食品 最早出现在1737年出版的食谱 由北英格兰的厨师利用肉在烤的时候 滴在橙油浅盘上的油纸 做出面糊布丁 在口感部分表皮酥脆 内部中空蓬松又带点韧劲 可以是咸的 也可以搭配奶油或果酱 制作的秘诀在于过程中动作要快 并注意烤箱及烤膜的温度 使用材料会放在影片后方结束名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